第二十三届全国旧曲重温华语歌唱比赛北马去赛圆满落幕 总共为槟城爱新喜胜中心筹划四十一万八千八百令吉 该项活动由光海日报主办 威力集团丹斯里拿读巴都卡黄荣胜博士少校教授集生主要赞助 并由槟城爱新喜胜中心承办 当晚比赛竞争相当激烈 十七位参赛选手争夺八个晋级全国总决赛的名额 其中李胜中以一首小丑摘下北马去冠军宝座 亚军则由郑文力夺得 而继军得主顺义林更摘下了最佳服装奖 而担任演唱嘉宾的本地艺人乔华 以及来自台湾的华林 更把现场气氛带到最高潮 除了三甲人马 其余五位也晋级全国总决赛的 还包括王婉倩 林毅成 陈永裕 梁书三 以及林丽红 他们将在12月10号在槟城理科大学 争夺全国总决赛的冠军宝座